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兩種卸妝膏的比較 這兩個Cleansing Balm是非常出名的 而且價錢不便宜的 所以我很想和大家做一個比較 大家可以知道自己如果想買Cleansing Balm 應該選擇哪一種 這兩個品牌分別是Eve Lomb和Emma Hardy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它們的分別 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這兩盒我也是買了Travel Size Eve Lomb是之前在Selfridges的Evan Canada 其中一款 Emma Hardy是我在雙十億的時候 在Look Fantastic買回來的Travel Size 它們兩個分別是20g和15ml 其實兩款我都每款用了超過十次 其實都頗耐用的 其實兩個我都是用到見底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跟大家分享 都是一個很適合的時候 而且我是不想用完才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想讓大家看看它的質地 所以它會用出來的感覺 首先說到Eve Lomb這個 其實這種Cleansing Balm 通常買的 如果你買正貨尺寸 都會包含它自己的清潔布 但因為Eve Lomb 是在Selfridges的Evan Canada 裡面的其中一個 它是沒有附送的清潔布 但我以前 其實我很多年前 在Joyce Beauty 都買過Eve Lomb的 正貨尺寸 所以它那個清潔布 其實我自己是用過 不過我已經扔掉了 但那個感受我還是記得的 而Emma Hardy這個 Travel Set裡面 是有了清潔布的 所以我就可以有實物跟大家分享 Eve Lomb那個 我就上網找圖放在這裡給大家看 我們就由Eve Lomb開始說了 Eve Lomb這個 我最喜歡 就是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 是一個很放鬆的 很香 然後清潔的時候 擦面的時候 會一直覺得 很放鬆的一陣味 我自己是很喜歡Eve Lomb這個味 是會紋上癮的 所以每一次用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開心 其次就要給大家看一看 它的質地 它畫出來的時候 是一個膏狀的 然後上面 看到會有一些磨砂粒粒的 是一些比較粗的粒粒 這個Eve Lomb 它塗出來 會看到一些很粗的磨砂粒粒 所以你一直擦面的時候 按摩面的時候 都會感覺到一些粒粒 幫你做磨砂的感覺 它用的速度 我覺得不是特別快 或者特別慢 可以接受到 而且它是比較挺身的 就是它這個膏 所以冬天一凍的時候 Cleanse and Balm 會比較 再挺身一點 按摩面的時候 就要用一點時間去推開它 這種Cleanse and Balm 就是你乾面的時候 按摩 之後 用它們的布 濕水 按一會 然後擦 就開始擦妝 洗一擦布 然後再擦 最後就直至你的妝 擦完為止 Eve Lomb 這個 它除了卸妝清潔之外 你用完之後 你會感覺到它是一個 保濕和保養的效果 因為你用完之後 你的臉不會覺得慢慢緊 你會感覺到好像 塗了護膚品的感覺 跟這個落妝油 或者是一些落妝 gel 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但其實它也是有缺點的 首先它最大的缺點 就是其實我很不喜歡 它的清潔布 我是有想過 為了拍這條影片 不如去買它的清潔布 然後拿著和大家說 但我真的不想浪費 買它的清潔布 是因為我覺得真的不好用 它是一塊很薄的沙巾布 它抹下去是覺得有少少鞋的 所以我不喜歡它的布 因為質感真的很不好 所以我最後決定不買 是回來跟大家說的 因為我覺得就算我這樣說 都可以告訴大家 我是有多不喜歡那塊布 第二件事 就是它很容易被溫度影響到的 冷的天氣 它可以凝固一點 用的時候 滑的時候會 會堅固一點 但是如果天氣一熱 或者溫度一高 它就會溶得超快 你塗下去的時候 它就已經不是一個霜的狀態 而是開始有少少溶到 快要變油 之後很容易就拿到出來 所以這兩件事 就是我覺得Eve Long最大的缺點 好了 說完Eve Long 我們就說Emma Hardy Emma Hardy 我可以給大家看到 它這塊布 它這塊布 是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因為我非常喜歡這塊布 它是一個毛巾質地 然後是非常非常軟 唯一一個少少挑剔的地方 我就是覺得它比較細快 如果它可以再帶一個框 我就覺得非常完美 好了 初排要扭上來 它剛才在下面不停跳不停吠 我完全錄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要放初排在這裡 坐好呢 對了 在這裡坐好 好了 我們說到哪裏 就說這一塊布 Emma Hardy的這一塊布 而且它是很神奇的 因為我無論用Eve Long 也好 我也是用這一塊布去抹 它用了起碼也有二、三十次 它依然是非常白 它一抹完之後 會有粉底 或者是一些眼影 或者是眉的 啡啡黃黃色 但是只要一沖水 就已經馬上變白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邊邊這裡 已經變了黃色 因為這個質地不是毛巾質地 但是它毛巾這個位置 依然是非常雪白的 所以這一塊布 幫這個產品 是加了很多分 而且上網我看到這一塊布 可以一套三塊買的 所以我自己是會推薦 你無論用什麼cleansing balm 都可以試試買這一塊布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我覺得它是比一般的毛巾、面巾 舒服很多的 它一塊大約是五十元左右 但我覺得也值得去買這一塊布 然後我們就說回本體 Emma Hardy這個 就會是這樣 那Emma Hardy這個 它的味道 我自己就不喜歡的 我真的不喜歡它這一塊 我覺得這一塊味 是有點像一些 很...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些 護膚品那一塊味 我覺得是像小時候 我們看到依婆婆婆婆媽媽 用的那種護膚品那一塊味 我自己就一塊 而且我覺得它那一塊味 是有少許香到 它是香味來的 但真的會去到軸的地步 那所以 這個不是我的杯茶 但是這個絕對是 retopper的杯茶 它跟Eve Long的不一樣 就是我們這樣畫出來的時候 它就沒有那些粒粒磨砂 那樣東西的了 它只是一個cleansing balm 是一個膏狀而已 它是非常之容易推開 大家看到這樣一推開 它就已經變了油的質地 所以它這個推開溶化的速度 是非常之快的 然後它塗下去的感覺是很好 很滑 如果 你認為EVLOM那隻 塗下去很刺臉很粗糙的話 我覺得Emma Hardy這個 會比較適合你多一點的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由於Emma Hardy這個推出來 是比較滑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它比EVLOM更加溫和一點 Emma Hardy這個 它抹了之後都不會乾的 但是保濕的感覺就沒有EVLOM那隻那麼好的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一種cleansing balm 就是很適合乾性皮膚 如果你用大部分的落妝產品 如果你用完之後都覺得很乾很黏 我覺得這一種cleansing balm是很適合你用的 兩者如果給我選擇的話 我會喜歡EVLOM這隻多一點 因為首先 味道我是喜歡它多一點的 第二就是因為它用的時候有些磨砂粒子 我就會覺得它有一種去角質的功效 第三如果兩者比較的話 保濕的感覺是EVLOM這隻強勁一點的 所以天氣乾的時候用完它 就算天氣這陣子剩下七度八度 用它都絕對不會覺得乾的 所以我自己就比較推薦EVLOM這隻 但如果你說你的皮膚是比較容易敏感 你不可以有磨砂粒粒在臉上磨的話 其實Emma Hardy這個也很適合的 我不是說它不好用 但因為他們兩個的價錢差不多 都是這麼貴的 所以如果我選擇的話 我會選EVLOM 但我會用Emma Hardy的清潔筋 今天這個EVLOM和Emma Hardy的cleansing balm 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我不知道Chopper是否喜歡 不能吃的 味道真的很過人 我不喜歡 但Chopper就很喜歡